萬華清潔隊日前整理回收物的時候 有一個保險箱突然起火爆炸 造成兩名清潔員受傷 警方巡線追查 發現保險箱的主人跟先前 在幼兒園前面揮刀的是同一個人 男子手裡抱著保險箱 放到對面巷口回收 但箱子被清潔隊員拿到回收場時 卻突然爆炸 冒出火光 不止在場人員嚇傻眼 還有兩名清潔隊員因此受傷 警方事後調查 原來保險箱主人是一名魚姓男子 當時他正要搬家 就把東西通通堆在樓梯間 鄰居看不下去 把雜物拿到巷口回收 沒想到保險箱卻突然爆炸 警方也在裡面查獲5顆子彈 而他在不久前才因為脫序行為 被員警盯上 魚姓男子曾經在10月12號 跑到馬路中央指著路邊貨車大聲叫罵 還拿著大約30公分的長刀 到幼兒園附近揮舞 嚇壞不少民眾 當時警方也在他身上搜出鋼筆槍 和辣椒水 但他變成這些只是用來仿生 這魚姓的犯險 我們曾之前曾經查獲到他持有鋼筆槍 那跟本次查獲的子彈是否吻合 目前還要再做後進一步後續的比對 那我們也會持續來溯源追查 這個槍彈的來源及使用的用途 前犯對於子彈來源三間起口 警方也將繼續向上追查 不過這名28歲的魚姓男子 有毒品槍炮前科早就是當地的頭痛人物 不斷鬧事也讓附近居民不得安寧 華視新聞 光致李希廷